兄弟们现在悬浮车都完成这个样了吗 这个直线图也能玩出这么大的花样 那么我们这期是接到了TS千末投稿的一个新途雀桥先进的悬浮车滑飘跑法 这个跑法呢也是刷出了一个悬浮车雀桥先进的国服记录啊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悬浮车呢它的直线速度是比较慢的 但是它飘移的速度如果你控制的好的话它的速度是可以达到300以下了 所以呢你们现在看到了这个什么花里胡哨的操作它并不是花里胡哨而已 他也是很快所以呢才这样跑啊 这个欣赏的组织度是因为当上有的 你怎么还这么做这款的模型 这就是组织度的很大